小伙儿被人过河 结果刚进到水里 小伙儿就开始耍赖 让人喊自己哥哥 姑娘自然不愿意 我才不叫呢 背着你 叫不叫 不叫 不叫 啊 好 不叫我个大手了 啊啊 叫叫叫叫 而后 姑娘便覆在耳边 甜甜叫了一句 哥哥 这一叫彻底完犊子了 哎 小伙儿只觉得双腿一软 两人双双掉进了河中 这个经不住事的小伙儿叫二狗 是村里为数不多有女朋友的 其他的光棍汉都十分羡慕他 甚至来请教恋爱秘籍 二狗也说不说个所以然 他每天只要有空闲 就来到女友翠花家中摇铃铛 听到声音后 翠花便一路小跑出来 看得出来 两个年轻人是两情相悦 可奈何翠花家中有个瘸腿的大哥 几年前因为事故砸断了腿 就此婚事就耽搁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翠花跑了 哥哥跑不动 最终摔下了拐杖 看此情况 老母亲就觉得还得翠花出门 就朝着二狗家里气势汹汹地走来了 男孩把新上人藏进衣柜 生怕被女方母亲找到 原本两人情投意合 已经到了要婚嫁的地步 结果母亲怕瘸腿的儿子娶不到媳妇 要拿女儿去换亲 二狗见此只能抛住对方 说翠花不在这儿 老母亲不相信 在屋里翻了一遍 就在即将打开柜门时 被二狗拦住了 说自己还要刷油漆 老母亲只能性性离开 不过刚出门 她就觉得不对劲 不顾劝阻拉开柜子 果然发现了女儿 她当即要带人去相亲 二狗肯定不情愿 最后把未来丈母娘锁进了柜子 然后拉着女友就要跑 还没到大门口 翠花改变了想法 觉得不能这样 于是答应了母亲 最终去了小树林那边相亲 对方是个兄妹俩 老母亲一看到别人姑娘 就高兴得合不拢嘴 但她也念着自己女儿 于是偷偷跟姑娘说 那你单嫁过来 咱们不对换亲了 行不 啊 那不行 我爷爷就是为了 我哥的事都愁病了 我就是为了让我爷爷 输点心 才同意对换亲的 原本两家的情况都差不多 老母亲很满意这个准儿戏 于是逼着翠花前去跟人家哥哥相亲 翠花无奈 她远远看到了对方的长相 心中更气了 就在这时 学校武术班的同学刚好经过 告诉她一个好办法 翠花觉得十分受用 于是摩拳擦掌 朝着相亲对象走过去 直接表演了一套组合拳 这下轮到相亲对象惊呆了 自己根本把持不住这样的婆娘 根本不敢过去 最后还是在家人的催促下 对象才走过去 翠花又装作一副大大咧咧的模样 问了人几个问题 结果发现 被方根本没读过书 还装作文化人 四十岁的年纪 硬是装成三十岁 小伙被怼得说不出话来 媒婆看不清 还以为两人聊得欢 便想上前捞点好处 结果半路上 被对方女孩的心上人拦住了 只剩一条蛇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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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段先不要回家 等老母亲气消了再回来 要说翠花的哥哥柱子 自从腿部发生意外后 就钻研起了养兔技术 每天起早贪黑 干得有声有色 这段时间 她去集市上 无意间碰到了同行小米 对方正是媒婆王沈的女儿 她也十分喜欢兔子 柱子一看 当即把一只兔子送给了对方 此后两人的联系愈发密切 小米经常来询问养殖技术 而柱子也从不藏着掖掌 有多大学问 都通通交给了对方 因为柱子博才多学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为人又千曲可靠 小米的内心 渐渐产生了变化 此时 王沈还不知道女儿的变化 眼看最近 小米的女儿的变化 小米的变化 最后的变化 最后一期的变化 小米的变化 其实是小米的变化 第二个变化 当然了 小米的变化 我可以试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